臺灣藥學博士林維宇從小患有嚴重氣喘 自從有記憶以來 鼻子就沒有暢通過 童年苦不堪言 我其實就常常一進醫院就帶兩氣罩了 那也因為常常住院的關係 所以我小時候我父親 每個月大概都有將近一半的薪水 都讓我花在看急診上面 大學畢業後 因為這個嚴重氣喘 他還被列丁等體位 免除了兵役 本以為這一生病痛將如影隨行 沒想到 在高雄醫學大學就讀博士班時 出現了轉機 好朋友邀請林維宇去參加這個連續九天 看法輪功師傅講法錄像的學習班 他嘴上答應 但是直到第九天 學習班還剩最後半小時的時候 他才去 林維宇第二天就去書店買了一本轉法輪 當時是2000年 正是中共動用整個國家的宣傳機器 鋪天蓋地 抹黑法輪功的時候 我接觸到法輪功師在我念博士班的時候 剛好也是我理性邏輯思考能力最強的時候 所以我會去收集各式各樣的資訊去做交叉比對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其實我一看就很清楚了 所以當時鋪天蓋地的那些假新聞 對我來講 不構成任何威脅 閱讀轉法輪後 不僅伴隨了他二十多年的嚴重氣喘不要而喻 而且胸口悶痛的老毛病也消失無蹤 而神奇的體驗還不止如此 你看整個馬桶上都是鮮血 但是因為我們家裡有那個大腸癌的家屬病史 我想說會不會是這個家屬病史 但是我轉內一想不對 這個應該是轉法輪裡面講的進化身體 所以我擦完之後 我一樣去上學 第二天 我起床要上代號 我一擦 一滴血都沒有 就這麼神奇 林維宇博士畢業後 做了二十多年的教師 但在七年前因家庭原因 又回頭從零開始做藥劑師 因為得益於修煉法輪功開啟的智慧 短短時間就做到了藥劑科部門主管 負責醫院所有與藥物相關的醫事業務 林維宇曾經遇到過一位情緒管理不佳的主管 同時受不了主管的行事風格紛紛離職 但林維宇以轉法輪教導的真善忍原則要求自己 憑靜面對不公 並默默承擔起離職同事留下的工作 林維宇說 法輪大法是真正的科學 他修煉後不僅無病一身輕 而且依循著大法的法理修煉 很多生活中的難題也都迎刃而解 他希望有緣接觸到《轉法輪》這本書的人 都能放下偏見和先入為主的觀念 靜下心來認真讀一讀 給自己一個機會 也許會為你開啟人生的另一道門